不可能的任务 Machine Impath Bell是一部美国情报片系列 第一部于1996年上映 该系列由布莱恩·迪希利·拜·迪帕乌姆 约翰·基萨拉·赵乌 J.J.亚白拉罕 J.J.·比波米和克里斯·托弗·麦奎里 Christopher M. C. Cooey等导演之导 该系列的主角是伊森·亨特·伊范·汉 由汤姆·克鲁斯·汤姆·克里斯 饰演 他是一名国际特工 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IMF的一员 故事情节通常涉及IMF小组 在进行不可能的任务 并且他们经常需要使用高科技道具和技巧 来完成这些任务 但IMF小组的成员和亨特 都是系列中的稳定角色 该系列的第一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后陆续推出了续集 这些续集的成功使得该系列 成为了当代最长寿的情报片系列之一 并且该系列的成功也使汤姆·克鲁斯 成为了全球最成功的演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克鲁斯在该系列中的演出非常出色 他不仅参与了该系列的制作 还亲自参与了许多惊险刺激的动作场景 例如《自由落体》、《飞跃》和《汽车追逐》等 除了汤姆·克鲁斯之外 该系列还吸引了其他知名演员 例如维恩·瑞姆斯·利益·西蒙·佩吉 塞曼·佩格·吉瑞·米蕾娜·詹格·米威尼尔 和亚历克·鲍德温·朽伊克·布·乌尔等人 使该系列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片品牌 总之 《不可能的任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情报片系列 它的剧情、演员和特效都非常出色 该系列的成功促使了该系列的延续 并且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极具观赏价值的情报片系列 《不可能的任务》系列中的每部电影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同时也紧密相连 它们都以高度剧情化的方式呈现了特工们在解决危机 阻止破坏性计划和对抗敌对势力的过程 每部电影的情节都充满了张力、惊奇和刺激 观众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惊叹的场景 例如悬崖上的格斗、高空跳跃和汽车追逐 另外 该系列的电影都非常讲究细节和技术 IMF小组经常使用高科技装备和技巧来完成任务 例如 它们会使用脸部识别技术和隐形耳机来伪装自己 使用高科技工具来打开安全门 使用特殊的防护服和武器来应对敌人 这些技术的使用使得电影更加真实、令人幸福 也让观众们更加投入 除此之外 不可能的任务系列还非常强调团队合作和角色之间的互动 IMF小组的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技能 每个人在完成任务时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观众们可以看到成员之间的合作、竞争和互相支持 这让整个系列更加丰富多样 总之 不可能的任务系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情报片系列 它的特点包括高度剧情画 高科技特效和角色之间的互动 这些元素使得该系列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情报片品牌 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并且让汤姆克鲁斯成为了当代最成功的演员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